星祖师祝福公布天团的节目 台湖凤海爱结果 专门设计客家营业团制作人 虽然明夜长短短的六分钟 不过主持人用照顾唐中分解的 每个唐中宣发的主持分解 带边制作团队的用心的熟悉资料 精致的制作呈现丰富多年的客家营业 节目的品质归宿度庆庆 让你会在47日公布金层中的单年节目中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客家男歌手 东东所创作演唱的远方的鼓声 仍奉改鼓上 主持人提过天文演唱会 设计客家流行人口南国书 本观众有机会讨论 没有共同的客家人口 来祝福公布天团所制作的节目 台湖凤海爱结果 我们设计客家庆年文奉行等50年 每个礼拜一是处处有客生 分享跟台湾各地有关的客家音乐 礼拜二客在生活好放歌 是分享跟十一住行娱乐都有关的生活客家音乐 礼拜三客家音乐人 以专题的方式介绍客家音乐的创作者 礼拜四时光客郎 介绍过去的传统客家山歌 也介绍未来即将发生的客家音乐活动 礼拜五天地有情歌 介绍大家熟悉的客家情歌 节目主持人王翠凤表示 而对短短的六分钟节目之内 完全的效益 客家音乐的创作者 后来得到 唐中的供应乐感动 没这件案外的事情 为了少计客家音乐 制作团队重提供经验拍家座 实际经验创作者也认为客家座 英文风景的全面图访谈 而得到人口音的既取了鼓励 日本天台公布单言节目 不单价的效益客家音乐活动 也许提供自信 而推广的平台 在搜集资料的时候 也是跑到客家庄 接触很多的客家音乐人 因为每一首音乐 都是获得客家音乐创作者 本身的授权 从人家里来自制作 英文音乐讲解法 就得自由 节目的偏偷 就得让人家的国家 并送出西方 很多的音乐堂 今天台湖风寒暗议过 因为广播金主将 当年节目将 节目的品质 受到健康 广播天团因为 凭什么向前的基地 和节目进步的同力 希望为了 直播出一只期感 今年客家广播节目 突然民众 对客家文化的了解 现在我们今天 谢谢您的报告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